大功必成 其实他的目的是想增加自己的威望 让人为他歌功颂德 当时王莽盖了许多的房屋 用来安置那些求学和研究的人 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资 并且收集了各类书籍 对于那些才华特别出众的人 王莽就派人用车马亲自将他们请来 这样一来 被请到这里著书的人达到了几千人 这些学者来了之后 王莽向他们表述自己的想法 然后让他们依据这个来写书 因此书中的内容都是对王莽有利的 学者们便按照王莽的意见 开始著书令书 朝中的许多大臣都想讨好王莽 于是就对他说 当年周公辅佐朝政时 制定制度用了七年时间 后来明堂被毁 雍临台保他 近千年来却没有人重新修建 现在以辅佐陛下 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就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王莽听到这些夸赞后 很得意 后来王莽找来将近十万多人 写诗文为他歌功颂德 经过近二十天的奋力写作 这些诗文才全部写完 这就是所谓的大功必成 从此王莽的野心越来越大 他想要更高的权势地位 先是堵死了汉平帝 自称贾皇帝 最后干脆自己称帝 盖国号叫新朝 但十几年之后 王莽所推行的新政 并没能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 并且经常发生旱灾 瘟疫等 导致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 因此发生了农民起义 后来他被赤梅 绿林等农民起义军所杀 中华成语小课堂 大功必成 赠读 大功必成 是一巨大的功成或伟大的功勋 完成了 出处 汉班古 汉书王莽传 入法举例 经过近一年的奋斗 我们的任务 大功必成 该好好庆贺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